這是歷書 好 我跟你講 嗯... 這個你稍微寫 往橫向發展 讓它變成什麼? 變成... 點一點 然後呢 有稍微把特色寫一下的 因為你這樣寫 每一個字 是很結實寫在這裡 但是 產生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說 嗯... 看不到特色 我現在就說 讓你看特色 好像這些都還OK 只是說 特色沒有展現出來 會覺得寫得很辛苦 但是沒有達到功用 好 我寫幾個給你看 欸 你這個看什麼題目? 這個老師的 我有天地玄皇嗎? 蛤? 我有這個嗎? 蛤? 蛤? 本老師教的啦 這是王羲之類的千字文 對啦 就是林那本 那本喔 那本那個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穩穩穩 但是就是... 泡泡啊那樣喔 沒有啦 特色沒有呈現出來 因為它是四體千字文 因為寫越多體 看起來很壯 越什麼 越比較沒特色 譬如說好 比如說我寫這樣對不對 對 一樣是天地玄皇 來看一下喔 一點點 喔這裡過來 重 一定要出來 把特色彰顯的字才會有看頭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而且差不多這麼大 才會比較合乎那個規準 在這裡對不對 是 地 這個也是叫做 那又叫做波 天地 好 玄皇 圓皇也可以啦 玄皇 普通都是玄皇啦 圓皇也可以啦 因為... 好像歷代以來 個都有 這樣玄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然後... 上來 上來 這本帖子 也造福了蒼生 也遺物了蒼生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學 也是造成一個風氣 但是... 我把他...這個再寫啦 但是... 因為... 他... 學的會被他影響 都寫這個字體 啊這個字體喔 根本不是王羲之的 根本不是王羲之的 因為王羲之沒有寫過這樣 那時候沒有歷書 欸... 王羲之根本沒有寫過這個 歷書喔 有啦 進朝... 他是... 他是... 王羲之是禁朝啊 禁朝... 已經是漢朝的後面了 不是嗎 對 對 對啦 情漢... 所以... 有啦 而且... 禁朝很多開創就是... 很多是行書啊 行書... 楷書寫得很棒的 像... 呃... 王羲之的楷書還不錯啦 齁... 啊... 啊... 草書也很有名 啊... 那個荒寫錯 嗯... 荒... 應該是... 這樣... 草字頭 對... 草字頭 然後... 然後一個王... 王這可以這樣寫啊 然後... 可以這樣... 往兩邊帶... 中間... 這樣... 有沒有... 嗯... 送... 齁... 好... 好... 以造荒... 日月顏色 日... 你等一下看喔 這個字體有什麼特色 哈哈... 比較像綠書啊 你看老師也會躲對不對 嗯... 都會躲啦 你們有時候也會躲喔 這樣... 往下按... 中... 慢慢起來 所以呢... 燕尾就出現了 好... 你看一下... 如果是這樣... 你看... 很整齊... 往旁邊發展 這樣就很棒 好不好 所以今天你就是要照這樣寫 這麼大來寫 好不好 OK 好